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底该如何理解,又怎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? 知行合一从字面解读,就是认知与行为一致,但这只是文字表面意思的解读。 实际上,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,而是良知,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。 简单的举例说明,鱼只小鸟还不会飞掉在了地上,这时候鱼只小花猫用爪子去抓小鸟。 在这样的场景,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,不管是圣人还是凡人,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,不管是罪犯还是警察,都会内心里担心小鸟会被吃掉,这就是人的良知。 在明武宗正德元年,也就是1506年,王阳明受宦官迫害,被贬到贵州农场,在任职期间。 王阳明捕获了当地的一个强盗头目,强盗头目在受审的时候,对王阳明说,我死罪难逃,知乎遮掖,道德廉耻我不想听了,要杀要寡,你就痛快些。 王阳明说,我不跟你谈道德廉耻,今天真热啊,咱们把衣服脱了,再来审安。 强盗正被捆得难受呢,当然喜欢这个建议,两人把外衣脱了,王阳明又说,怎么还这么热啊,咱俩把内衣也脱了吧。 强盗又衣了他,于是,大学问家与强盗头目在宫堂上都光着膀子。 王阳明又发话了,还是热得不行,我俩把裤子也脱了吧。 强盗头目愣了半天,又衣了他,到此,两个人只剩下了一条内裤。 不想王阳明又来了提议,巴拉巴拉,咱俩还是把骨头也脱了吧,脱得个轻松自在。 那强盗头目一个劲地摇头,这可使不得,万万使不得。 于是,王阳明开始了阴势力道,为什么使不得? 说明你内心还有一些羞耻感,这羞耻感何尝不是道德良知的一些表现呢? 看来,我还是可以跟你讲道德廉知的,至此强盗头目彻底折服乖乖的认罪服务法。 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,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,复杂的世间万物就会变得简单清晰。 王阳明还说,要存天理去人欲,王阳明的天理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,他的天理就是自己的良知,只要按照良知做事,就是存天理。 良知不允许做的不去做,就是灭人欲。 所作所为,符合内心良知,就是合理的。 比如拿吃饭来说,同样是花费一百元吃一顿饭,如果我有一个亿,吃饭花一百元,那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问题,我可以负担得起,这样对我来说就是天理。 反过来说,我很穷,一天就赚五十元,我还要一顿饭吃一百元,我负担不起,吃了我也不会心安的,这就是人欲,这就是不服天理。 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有可以运用之行合一,来指导我们工作生活。 比如,学生学习考试,都是考了八十分,老师对同学甲提出了表扬,对同学义却提出了批评,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同学甲平时考六十分,这次考八十分是进步了,而同学义平时考一百分,这次八十分是后退了。 总之一句话,只要你遵循自己的良知,你就是一个圣人。